害怕我们眼睛不要看 阿姨保护你哦 超棒的 好了 在护理师亲身安抚下 大部分的小朋友都乖乖的坐在位置上 完成疫苗施打 不过也有小朋友害怕的放声大哭 你看阿姨不要乱动就好了 好了 好了耶 金融市BNT儿童疫苗校园集中施打 5月30号起从五轮过小展开 根据校方的统计 BNT儿童疫苗的打气 明显优于上一波的莫德纳疫苗 我们今天五轮国小 有536位小朋友 要施打BNT儿童剂疫苗 初估的情况 我们莫德纳疫苗的 施打的意愿大概三成 那这个BNT的疫苗超过五成 对此家长也坦言 对BNT儿童疫苗比较安心 有点紧张 为什么要紧张 怕会痛 我妈妈说打疫苗的时候要这样戴 所以要做好准备就对了 那会不会害怕 因为感觉他的副作用比较少啊 相对感觉比较安全 对小朋友而言 对 那小朋友在打之前会不会很紧张 会啊 就是要给他心理建设 请他不要紧张 多喝水 那你会不会害怕 打针会不会害怕 不会 真的哦 都好勇敢 金融市长牛昌也到场为小朋友加油打气 牛昌强调 金融BNT疫苗量能足够 请家长放心 根据规划 6月10号前 金融全市学童都会完成BNT疫苗施打 疫苗是完全足够的 这一点 所有的家长都不用担心 那昨天我们在火车站南站的 这个1000剂 开放给民众来施打 到最后都还有剩将近50剂 所以疫苗是充足的 另外校园施打的部分呢 所有的一个这些剂量 我们早就先 把帮小朋友保留起来 所以在校园施打的部分 剂量完全充足 所以也请所有家长不必担心 你放轻松就好了 他就像蚊子钉一下而已 这个不会痛 钉一下而已 好啦我们就结束了 医事则提醒家长 留意刚完成疫苗注射的 小朋友身体状况 如果出现持续发烧 超过48小时 或呼吸困难 气喘 心跳加速 全身红疹等不适症状 一定要立即就医 这两天 他大概前面两天会比较不舒服 那度过去之后就好了 那脊部疼痛的部分的话 如果真的很痛的话 可以做一点点逼腹的动作 一般来讲 也都是他两天之后就过去了 那其他如果他有发现说 很厉害的时候 比方说我前面会抽续 或是说发高烧不退的话 那我们就另外要就医 除了郭小学童 及满五岁的学龄前幼儿 接种BNT儿童疫苗 高中以下学生 施打BNT追加剂 5月30号开始 也从安乐高中展开 牛昌期盼 透过全面普及的疫苗施打 能有效保护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免受疫情侵袭 记者张旗藤 基隆报道 他好 这样我可以了 谢谢大家